音樂543 馬世芳製作主持 假如你是認真的樂迷 這裡有很多厲害的歌 請你張開耳朵 準備收聽音樂543 買一機 啊 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可以在一起 好嗎 我們可以在一起 好嗎 又可以在一起 詞曲 李宗盛 小的我們這輩子有可能走不到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這風的方向 常到都累了 詞曲 李宗盛 不過對著寒煮蛋的煙燒 從家裡放上來 搭在肩上是你的手腕 靜靜的靠在一起一個又一個 就不會跌倒 海偶在天上飛 海風在耳邊吹 像在背後圍繞 浪漫的青芳套 很大的煙雨 在我們直上喧鬧 手裡握著 放拍給我的銀河帽 我不會害怕 這是真相 帶給我的勇氣 以後 這是真相 讓我 不會害怕 在夢中 像樣的嘴角 像一隻風吹 我抵著寒出的悲傷 從家裡放上來 搭在肩上是你的手腕 靜靜的靠在一起一個又一個 就不會跌倒 似乎自然的靜靜的靜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才这首歌叫做独立日 来自郑怡农的最新创作专辑 这也是他的个人的第一张唱片 欢迎收听FM98.1 News98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 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创作歌手 他刚刚发行生命中第一张完整的创作专辑 我们先鼓掌欢迎郑怡农来到我们的录音室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听到你唱歌 但是他们很可能已经看过你演戏 怡农真的很不简单 在之前其实你的整个成长过程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不过我们就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聊起 因为好像蛮多的这个事情可以聊 不过这张唱片我自己觉得特别好奇的是 你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筹备 然后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录音 现在总算把它做出来了 我自己对你的印象 就是抱着吉他唱歌的一个女孩 然后拿到专辑之后听发现 哇原来制作人跟你一起 把专辑做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景 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暴躁的Rocker 对 关于演戏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说好了 我们先说说这张唱片吧 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写这些歌 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制作跟录音 这中间很多的曲曲折折对不对 对啊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 这张专辑的创作就累积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写歌也是慢慢在摸索 所以就是 它包含了我早期的作品 跟我现在就这个年纪写的歌 这样子 早期就是19 20岁的那个时候 我现在已经24了 你知道吗 从我的角度看 跟你的角度看 比例尺很不一样 对啊 然后一集来都是跟那个制作人小花 就是我们一集来都在合作 对啊 所以也 这也算是 有点像是他们一直把我操操操操操操到 终于可以发片了这样子 对 那其实录音整整一年 因为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人来合作 像是C卡达 他们就是有弦乐啊 然后光是要把弦乐加进去 然后要录音 那录音的方法很不一样 等等的 对然后还有风赖法 还有阿菲西亚 都是台湾独立音乐圈还蛮优秀的年轻人 对啊对啊 然后而且他们的风格因为都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去统筹这些风格等等的 对那其实这张专辑 因为他叫海王星嘛 对啊 然后其实我们除了找就是这些音乐人来来投入他们的个人的特色之外 就是我们有有找那个很不一样的专辑摄影 就是张雪炮 对然后还有那个MV也是找两个很奇怪的导音 对啊就是一个是张艺峰 一个是李忠 然后他们都是在电影圈混很久 了解 对那等于是说这整张专辑其实是很多很多人 他们对于我的音乐跟对于海王星本身的一些观感 假如郑义农是一颗小行星啊 不是那个陨石构成的行星环的那种那么小的行星 是一颗比较小一点的行星 我记得海王星不算太小 我印象没错的话 对那还蛮大 还蛮大只的 那么郑义农的引力可以吸引很多的卫星一起 但是毕竟你是主角啊 然后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今天听了这个节目 他们也许第一次听到你的歌 假如对面对一个从来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你以前在做什么的人 现在你要出唱片了 你要请他听听你的音乐 他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自我介绍你现在都会怎么说呢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做什么 我会说大家好 我是建宇农 我是一个自弹自唱家 对我还蛮想这样讲 对那我平常就是一个人一把吉他在写歌在表演 对那常常跟不同的好朋友合作 不过就是我的创作 然后我现在要唱给你们听 对那他就是我的观看这个世界的我的想法 跟我这个人的一切这样子 是是是 对啊 呃你说你大概从19岁的歌开始都放到了这张专辑里面 有一些比较早的时候写的歌 对啊对 你开始创作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是19岁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很很嫩很嫩 才刚开始墨吉他 对然后呃 哦那时候就是因为有演那个电影夏天的尾巴 是是 对那就从那时候开始写歌 嗯 然后就被推到舞台上去开始表演 然后那时候就很很挫很挫这样子 对啊 嗯 呃啊对夏天的尾巴 你是2006年的时候演那个片 07 07年 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了你这趟探索之旅 这样算起来 我就知道比例词不一样 哈哈哈哈 稍微计算一下好 赵宜能是1987年出生的 对对对 好没问题 我跟你讲30岁之前年纪都不用不需要隐瞒 之后再把它烟幕弹都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呃今年24岁啊 然后所以算起来你开始弹吉他开始尝试创作到现在 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了 嗯差不多 也算是蛮长的一段路了 对啊对啊 刚开始写歌唱歌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听台湾独立乐团 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摇滚的东西 民谣的东西吗 其实我其实我我真的要说如果有接触比较比较不那么主流的音乐 就是在台湾比较少听到的音乐是呃因为我家里我爸妈他们常会放一些 是什么什么Ricky Lee Jones啊 哦 Tom Ways那种 就是我那个年代的 是Ricky Lee Jones跟Tom Ways他们曾经在一起过 对就听听那种那种老派的 是 对那真正到我自己开始接触之后 嗯 然后第一次走进我现在的公司小白兔 是是 那就正是19岁的时候 哦 对 从此就认识了一堆奇形怪状的哥哥姐姐 对对对 然后可以听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等等 是是是 对啊 刚刚你提到你的父母啊 我想呃认识你很多人经过一点点时间 就知道你的爸爸是导演郑文堂先生 嗯 然后你也其实常常在父亲拍的电影里面出现 对 嗯 然后你的家庭其实蛮特别的 你自己的形容是家里是文青跟愤青的结合 对啊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呃 就是我从小在饭桌上 我爸妈他们就是都在讨论一些 嗯 嗯 嗯 比较严肃的议题 比方说 比方说 嗯 嗯 劳工 抗争啊 嗯 政治议题啊 是是 等等的 是是 对要不然就是讨论电影 是是是 对所以我就是然后我又独生女 对对对所以我就从小就是在在这些人当中 嗯 听他们在讲什么 嗯 然后跟他们讨论这样 嗯嗯 对啊 你的父亲当年替你取名叫姨农 这背后一定就有一些想法对不对 对啊 他那时候就是一个 哈哈哈哈 就是一个 呃那时候那时候应该有一点酌情 他自己这么觉得 哈哈哈哈 像他讲这种事会有点害羞 对不过他他就是这样想啊 所以他觉得我我是需要去记得是劳动这件事情 是是是 所以就把我去叫乙农这样 就是一个其实是很可以种田的女孩 嗯 对 没问题 杨奎老师给他的儿子取名叫自崩 就是希望资本主义早日崩溃的意思 我觉得那名字 冥的名字还要更操 真的 对 嗯 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家庭长大 当然你的整个成长经验 加上你是一个人独生女 所以你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陪你玩 嗯 呃然后家里好像也没网路也没电视是吧 嗯对 哈哈哈哈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太多别的选择的状况之下 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嗯 对啊 嗯嗯 那时候 我我小时候 真的是除了看书之外好像没有在干嘛 嗯 对啊 然后可是那也不是刻意的 就因为我家里就书很多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现在的创作什么的 都还蛮有帮助 嗯 虽然那时候其实会有一点 有时候会有一点气啊 是 就是觉得 觉得很闷这样 哈哈哈哈 对啊 不过 对就是累积到现在 所以写歌什么的会不太一样 是 青春期的寂寞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 它有时候让你很享受 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有时候又让你自己很痛苦 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与众不同 哈哈哈哈 真的 不过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 你那样的大量的阅读 跟孤独的成长 给你自己比较重大的启蒙 跟启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 比方说某些重要的作品 某些重要的聆听经验 看了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让你啊 原来 你可以一脚跨进大人世界 或者你开窍了 不再是那个 还没开窍的小女生了 你有没有这样 你一定有这样的 也许不是一次 也许有好几个 对啊 其实我 嗯 我 我 我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啊 嗯 是那个四百集 哦 然后我 我其实也有 也有用 这 这个 这个电影去写一首歌 不过他没有说过在这样专辑里面 只是就是 呃 因为我一直来都在 看 类似这样的电影 对那我 对我自己来说 我会觉得 他们引起功名的部分 是关于 孤独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我的歌里面啊 蛮常 会让人感觉是有一点点 孤寂 是 有时候有些人听就说 啊 这就是读生理写的 就比较熟的 就会有这种感觉出现 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 因为我 我对这件事很乐观 嗯 然后 他就是 呃 很多 现在的 我这个年纪的人 可能会有 共鸣的事情 嗯 对啊 所以 嗯 这也算是我 创作的一个特色吧 是 对啊 所以这是 这是累积过来 嗯 那 呃 其实我 啊 等一下 没事没事 慢慢慢慢说 对啊 我 我小时候 看的书 最有 影响最深的 我讲这种事情 都会觉得很那个 最影响最深的是 那个 异乡人 哦 对 那是我 真的是 很操啊 对啊 那我国中的时候就看了 是是是是 对然后后来长大又看了一遍 哦 对 所以 呃 从那个时候开始吧 我就会觉得说 呃 我花很多的时间 在我自己的思考上面 是是是 然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对 所以 嗯 就是就是我会一直以来都以这样的状态在 面对很多事情 是是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 蛮好的经验啦 因为青春期只能过一次 嗯 那你因为 你因为在比较早的时间 接触到一些 你同辈人不太可能接触到 或者比较少人接触到的东西 嗯 我觉得你看到的风景跟别人会不太一样 嗯 然后你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和空间去 体会跟品味 所谓的孤独的感觉 哦 呃 我想 第一张唱片就跟 我常说嘛 就跟呃 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或者是作家的第一本书一样 你一生只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嗯 呃 而通常这第一部作品呢 里面都有很多自传的影子 嗯 因为要要把自己的存货先出清了 然后看清楚自己是谁啊 呃 所以这张专辑熬了慢火细顿 熬了三年 从制作期开案开始算起的话 也录了一年的时间啊 嗯 呃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自己觉得做这张个人专辑 嗯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是创作吗 还是录音 还是制作呢 还是团队合作呢 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嗯 因为呃 我现在会觉得这张专辑因为跟这些人的合作而有了一个新的温度 嗯 就是人与人之间磨合出来的东西 是是是 那因为以前我创作都是一个人的状态嘛 嗯 所以呢 其实是很自我的 嗯嗯 对啊 那呃 嗯 包括沟通上面 包括我跟制作人啊 我跟就各式各样的乐手等等的 嗯嗯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是是是 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冲突 那是一定的 对啊 嗯 那就是在这过程中 要怎么去理解彼此 然后怎么去一起完成一个作品 嗯 那是那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是是 不过这张专辑还有一个slogan 就是贴在那个封面的地方 叫做 如果距离是认知的幻觉 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 你说慢一点再说一次 如果距离是认知的幻觉 嗯 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 如果距离是认知的幻觉 嗯 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 对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比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距离 对啊对啊 只要 只要把心房放下 对啊 因为 呃 其实这是我 我们在做完这张专辑之后 呃 共同一个感觉就是 这张专辑是可以 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 去拨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嗯 因为我 呃 其实我的 包括写 写的词啊 然后音乐本身 它其实都不是那么 那么 立的 不那么直接 要去戳破什么事情 嗯 可是其实它里面 想要讲的很多 包括想要改变的事 嗯 或是一些情感 嗯等等的 嗯 那 我觉得 这张专辑的特色就是 它 它很温暖 是是 它就用这个方式去 是 让彼此更接近 是 对 我们今天在 news98录音室现场 邀请到的是 创作歌手 郑怡农 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叫做海王星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专辑里面比较 轻快的歌 这首歌叫做 春天 真的很温暖哦 春天的微笑是绿色的 夏天的等待很可 秋天是最好穿衣服的季节 冬天一个人很冷 然后春天又来了 然后色月蒸发着 和很长长的这段人生 其实损失不算多了 就这样一直走吧 虽然不一定历经疑惑 反正我也只剩下脑袋 装满的梦 还有你 就这样一直走吧 虽然不一定历经疑惑 反正我也只剩下脑袋 装满的梦 还有你 春天的微笑是绿色的 夏天的等待很可 春天是最好穿衣服的季节 冬天一个人很冷 然后春天又来了 然后岁月蒸发着 狠狠长长的这段人生 其实算是不算多了 其实算是不算多了 其实真的很快乐 多么希望能成为一颗完美的太阳 在你冰冷房间的窗口 用力发光 下雨过后我为你 唤醒你门后的土壤 就让小小的种子 慢慢发芽 在你寂寞的心房 就让临时的翅膀 慢慢红干 在你沉重的悲伤 就让你梦的双眼 慢慢看见 大道的蓝色的天 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 为你发光 当你的太阳 大道的牧丝 在你身边 大道的在你身边 大道的好弹 在我身边 在你身边 是什么呀 作曲 李宗盛 就让临时的翅膀 慢慢红干在你沉重的背上 就让迷茫的双眼 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 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 为你发光 当你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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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做太阳 来自郑怡农的第一张个人创作的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海王星 欢迎回到FM98.1的98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我们在录音室里面跟郑怡农聊他的创作生涯 现在这个辉煌的第一张终于写下来了 19岁开始创作 然后24岁总算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郑怡农是一个他自己说 他在学生时代因为是独生女 所以很寂寞 爸爸妈妈也好像没有要打算照一般家长的管教方式管这个女儿 所以别无选择只好一不小心读了 跟同年级的人相比大概多了一百倍的书 然后又认识了不小心认识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哥哥姐姐 然后就误入歧途到现在 刚才听到这首太阳 木吉他就是尼龙玄的古典吉他是你自己弹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吉他噪音的ambient 那个是你的制作人 在后面就是制造一点声响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看到你的这个专辑发行的老板 也在帮你弹贝斯 没错 他们其实都是在你的音乐这条路上面 还蛮重要的这个前辈 对啊 可以说是 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 他们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启发 告诉你什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在 就是我刚开始 大概一两年吧 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说 啊该出片啦 该出片啦 这样子 对可是那时候他们就一直觉得不行 就是 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之后一定会后悔 真的吗 对他们就常 然后那时候 有时候会被他们电得很想哭这样 有时候都会直接哭出来 就觉得你为什么讲话那么狠 他们那时候到底怎么说你的你还记得吗 就是都会直接讲说你这样真的很难听 或是你这样就是你这样表演真的很无聊 之类的 对啊会直接讲很白 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而且很奇怪的是我那时候的状态也许是如此的如此的不成熟 可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过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觉得 你可以做到啊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OKOK 所以他们大概看出来你其实是有潜力的 这个时候还没到 还需要再操练一下 对啊可能是吧 所以我现在很感谢他们是说 真的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发这张专辑是我觉得 它是一张我不会悔恨的专辑 而且它是一张我觉得 以我目前的状态是很值得骄傲的作品 是是是是 跟你说声恭喜 谢谢 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吴俊逸 有我们圈子里的朋友叫他小花 他是阿非西亚的团员 然后这张专辑的发行唱片公司叫小白兔唱片 小白兔唱片今年迈入第十年了 真是不容易 台湾一个独立厂牌能够做十年 对啊 就是真是真是太难太难的事情 不过看起来做的还不错啊 然后小白兔唱片的老板 KK呢 在专辑里面也有出现在好几个地方 对对对 比较有童趣的歌都是他编的 是是是 你其实之前也有提到嘛 就是在专辑的制作期 跟他们也会有很多意见不合的时候 中间一定也有一些卡住的 或者搞不好一度以为走不下去了 你们那时候最大的冲突 或者是意见不合的点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 小花她是一个比较直觉性的人 就要她上一秒钟想的是 下一秒钟会改变 因为她要靠着当下的感觉来决定很多事情 OK 对 所以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是 我们上次录的东西 下次来就全部重来一遍 对 想到新的点子了 对对对对 而且她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这首歌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真的是到最后一刻 东西加东加西的 是这个是那个 是 然后最后出来就会变成一个 让你很惊讶说 怎么会怎么会这么好听的作品这样子 对啊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令人不安的 没有安全感 对啊 我是你我也会很没有安全感 对 但这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你自己对自己的这张专辑 因为你自己做此作曲 你还演奏乐器 你当然对于制作跟编曲 会有自己的想象 嗯 你自己在这部分很清楚吗 你是用你很清楚的东西 去跟她那个不清楚对抗吗 还是说其实你 跟她两个人都混沌 的状态之中一起摸索 嗯 其实有 大部分的歌我也是 一开始有一个想象 可是 那个东西是很 很 就是我也没办法做 就以我那时候的状态 是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 你弹什么音 这样 它就会变成什么 对 所以 我们等于是 在沟通上面 全部都是抽象性的 沟通 哇 这很累 对啊 其实还蛮困难 不过 我觉得 后来就是 其实那是一个 对我来 自己来讲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怎么样去 信任别人 因为我是一个 很容易紧张 然后有一点 控制欲的人 控制欲 其实对于很多 我自己的事情都是 不想放手这样 虽然 对啊 事情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做 对对对 然后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慢慢学习怎么样去相信别人的一些想法或是怎么样 然后出来的结果就真的令我很庆幸就是我有相信这个人这样子 对啊 所以慢慢的 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改变 对 然后我们的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顺畅 是是是 完成这张唱片之后 大概也是你第一次跟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音乐人一起合作 打造你自己的创作 之前就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干到底了 嗯 对 那这个应该也会影响你接下来的 包括你的创作还有你的演出对不对 是啊 那其实我现在都有 呃 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歌 或者是我对于表演的一些 一些 就是改变 嗯 就我都有在吵着就是 呃 加更多东西的路上前进 是吗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 呃 呃 就算是就算是我一个人表演的状态 这些歌也变得 比较完整 就是我我我去改改改造他 让他就是一把吉他也会有他一把吉他该有的完整度 这样子 等等这都是慢慢磨练出来 然后都是跟这些人合作之后才学习到的事情 是是是 呃 这张唱片其实在制作编曲录音各方面真的用了很多的心思啊 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一下就是弦乐也进来了 有的歌还放了铜管啊 然后有的用 有几首歌用了比较重的摇滚的方式 但大部分的歌它还是比较清淡一点的配方啊 嗯 呃 但整体听下来它其实并不会显得突兀或者是高低逆差太大 因为在整个音场的处理上其实也是用了新的 希望听起来是一个呃 呃 比较呃 比较 呃 怎么说呢 起承转合它是有一个呼吸的空间的吧 对 可以这么形容啊 呃 呃对于这个部分还有这个还有郑一龙跟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搅和了这些年 还有她在她的学校生涯之中更多的曲折故事 待会我们再一件一件来聊 另外提醒大家 今天郑一龙带来她的木吉他到我们的录音室 我们待会也会拗她多唱几首歌 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叫做还是会害怕失去你 我们听听这首有弦乐的歌 我们听听这首歌 你不在我身旁 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一直相信你对我说的话 你说如果有一天放下了最重要的人是我 想去的地方 就算你不在 你说没有什么永恒不变 但你不会忘的吧 我还是会害怕 失去你 失去你 有别人吗 你不在我身旁 我还是会给你 你不在我身旁 你看我 什么有趣很久 啦啦啦啦啦 还不曾想象你不在我身旁 啦啦啦啦啦 还一直相信你对我说的话 你说如果有一天放下了最重要的人是我 想去的地方 就算你已不在 你说没有什么永恒不变 但你不会忘了吧 我还是会害怕 失去你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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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FM98.11 News98 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3点 还有深夜的12点播出 今天在我们录音室的朋友 是刚刚发行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的 郑怡农 这张唱片叫做海王星 这张专辑从创作到出版中间熬了三年的时间 但郑怡农其实从来也没有闲着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的整个成长过程 跟同年龄的孩子相较之下 应该是一方面更 也许更孤独 另外一方面好像也更热闹 也更曲折 因为家里的这个背景的关系 其实你很早就对电影这个媒介并不陌生 而且才多大年纪就开始试着写剧本了 对不对 而且写了剧本也就算了 还得了奖 这样算起来 你那时候2001年的时候 写的那个短片剧本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 十四五岁 然后就得了金碎奖的 这个最佳剧情短片 还有台北电影节最佳剧情短片 然后第二年还拿到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那在这个同时 其实一能小时候念了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书啊 也都让你对于文字的媒介 有自己的直觉 所以很早开始写东西啊 对 你跟你父亲一起合作 在那个时候做夏天的尾巴 对 那个时候其实 你在音乐 在写作 在表演这三方面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注意到你了 对 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时间 你其实等于就已经要面对 大人的世界 要面对很多的 别人的注目 然后一定有很多人会 给你很多的建议啊 或者怎么样看你啊 现在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 离现在也有好几年了吧 四年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带给你比较大的改变 或者是体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一个 我觉得反而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慢慢学习怎么样去 面对现实 就是面对我自己的状况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 就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更多 可是就不会去检视说 其实我可以做到什么 这样的状态 对自己的能耐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把握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遇到很多的 很多人会 会鼓励我 然后很多人会说 你很棒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听到那些话 我就会很开心 就会很自然的 就会很开心这样 是是 对 就是很喜欢被称赞的一个人 谁不喜欢啊 对 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如果一直在高兴于那些称赞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前进 是 对因为根本就还有很多事情要学 然后我根本就还有很多的缺点要改进等等的 对那就慢慢的哭过几次之后 就比较知道说 我现在中红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要去补哪些部分哪些部分 就开始去想这方面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也是 就我比较早去面对大家的眼光 不管是批评或是称赞之类的 就是比较大好处是这个吧 对比较早认清自己 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 然后慢慢对自己的能耐 比较有一点把握 其实这很不容易耶 因为要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 做到了哪些事情 还有哪些事情还没做到 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不一定能够有这个感觉 对啊 通常这时候需要一些能够跟你说实话的朋友 对 或者需要你能够追随的学习的对象 嗯 在这方面说起来 你学习的对象 你的mentor或者是你的这个role model 你会怎么说 嗯 学习 其实都是一些我身边的人 不过我自己啊 嗯 嗯 在乐团圈虽然说其实我跟他们非常的 就我根本就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哦 对可是其实我 从第一次看了那个 TZ Bag的表演 哦哦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真的就有点醒来的感觉 哦真的吗 对就是因为他们的他们的表演就是一切都做到很很 塞得很好这样子 哦哦 就很很真的很好看的一个表演 然后包括他们的音乐本身都是已经具备了相当相当程度的成熟度 然后是很有质感 嗯嗯嗯 对那其实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哦包括我的表演本身我讲话 嗯 嗯然后我我唱歌的方式嗯或者是包括我的作品本身都有很大很大进步空间 哦哦 然后我就会开始一直去注意他们的演出嗯嗯嗯对 其实我我我算是就有比较技术性的思考啊 一直在观察说这些人在怎么做这样子嗯嗯嗯 那也就慢慢开始去去看更多更多各式各样 虽然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音乐类型哦哦 可是不同的团他们在做什么嗯 嗯嗯然后 其实我我我我比较没有那种一定喜欢什么或一定不喜欢什么的 的性情 是 对我都是不断的去看别人的优点 嗯嗯然后就把那些优点记起来 嗯然后想说哎可以用在我的什么部分上面这样子 嗯嗯嗯对啊 随时保持好奇 嗯嗯嗯对就是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自己的优点吧 这个是啊对啊 这个很重要 呵呵呵呵 要要是刚开始做音乐就已经决定自己只做某一种东西 就像厨师永远都只炒那一种菜 这样不行的啦 呵呵呵呵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专业这个名 这个词的真正的体会 嗯嗯 什么叫做专业 你真的要看到真正好的东西才知道什么叫专业啊 对啊对啊 我相信这几年台湾不只是你提到的TC Back 其实整个台湾独立音乐圈 我觉得在表演在录音各方面 大家也慢慢在有意识的要去追求更精致或者更专业的境界啊 呃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不过我真的有看到一些成绩慢慢的做出来做起来 嗯这个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大家DIY把它做出来 嗯 他不是某一些有钱的大老板给你钱叫你告诉你要这样做 对啊对啊 虽然中间会花很多冤枉路会费很多力气会吵架 呵呵呵 不过最后做出来毕竟都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啊 我相信郑怡龙的这张唱片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 其实在整个编曲录音各方面野心都还蛮大的歌曲 这首歌叫大雨城市 嗯 专辑之中不多的有有鼓的元素 但是并不纯粹是一个摇滚的东西 对 这歌比较沉重哈 对啊 而且其实它是我 它是我最早开始写歌的时候的作品 哦 对啊 然后它那个 那其实是一个很很冲动的 的情况下写 是 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爸妈有点冲突 哦 然后我那时候住在家里 可是就一直很想搬出去 哦 就一个叛逆期吧我想 是 对就忽然有一种很想挣脱的感觉 嗯 那时候刚好住在淡水 然后外面下雨啊 嗯 很烦 嗯 然后就写这首歌 OK 对 那它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那时候到底在吵什么 哈哈 就是已经忘了 可是这个状态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 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应该最喜欢的 是 对 它是 某种程度上代表我的 我的歌 性格 嗯嗯嗯嗯嗯 这个歌唱得也很 也很出力吧 哈哈 对 是一种很原声状态的那种 听得出来 你的状态就是在这个歌里面 没有保留的把它 宣泄出来了 对 我们仔细听听这首歌 《大雨城市》来自郑一农的作品 走下了沉默 请把梦带走 什么都有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其实什么都没有 一直在那样 ふ 你 现在 在这边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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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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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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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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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哦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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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哦 亲爱的高中生 哦 亲爱的高中生 哦 对 然后跟老师谈恋爱这样 哦 对 所以才会 你才会写说 不要那么快成为大人 对 然后不要那么执着 那些繁琐的忧伤 是 是 是 哎呀 其实那时候写的歌 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吗 是啊 是啊 其实现在偶尔唱都会觉得很害羞 还是不太好意思啊 对啊 因为那时候怎么会写说 亲爱的哦 baby 这样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会啊 我相信台下很多宅男 应该听到这个就投降了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郑怡农 跟我们分享他 好不容易这个细火慢顿 花了三年的功夫打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海王星 我也觉得这张专辑 某一方面不只是郑怡农 自己的创作阶段性的验收 同时也是台湾年轻的独立音乐圈 一群其实是很有想法的音乐人 共同同力合作的 他们有他们的投入 因为这张专辑在编曲跟编制上面 并不是全部用传统的 比方木吉他的民谣 或者是四件事摇滚乐 其实里面加进了一些 不是那么好编 不是那么好录的东西 对 你要不要聊聊这个部分呢 因为相信这张专辑在制作的难度上 也是你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对啊对啊 因为包括 这里面比较难落的就是弦乐嘛 对 然后管乐 就是小喇叭等等的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 还好是Cicata他们 因为我们跟他们合作 然后他们是一个古典底 很深厚的团 所以他们的编制的方法 他们的一些进出 那个乐器进出 然后还有旋律等等的 都是很古典的 是是 那要怎么样让这些 这些元素放在我的歌里面 然后又不会过分的 过分的 惊 对 然后可是又可以 就很有那个情境 是是 那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是 对那制作人他很厉害 他就是他知道怎么取舍 然后 呃 再加上Cicata他们也很厉害 就是他们也很 就是 他们 他们也是很贴着这个歌 在编这些东西 是是是 所以就是 虽然很困难 不过结果还蛮好的 嗯嗯嗯 Cicata这个团队 我真的没看到他们的演出 他们年纪大概多大 就是大概只 比我大个两岁之类的 也就是二十五六岁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说也是正在筹备新专辑 对他们九月份要发转机 非常非常期待哦 嗯 那你说的没错 我觉得这档转腋弦 其实处理的还不错啊 既不会听起来很做作 也不会听起来太业余 哈哈哈哈 对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 Cicata这个团他们本身 就是 呃 是他们的音乐 是很可以让人享受的 嗯 因为他们同时有一些 就我们 最 usar年纪的人的 好的 的新的创意 是 可是又 又很有身后的古典 那么的 嗯嗯 然后专辑里面也有几首歌 用了比較重的搖滾的編曲 你自己形容這是你夢寐以求的 一種狀態 為什麼 因為其實 我很喜歡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聽的東西比較 比較炸一點 然後我很喜歡聽鼓 所以我最夢寐以求 就是我的歌裡面有鼓 因為一直來都沒有 所以 只要聽到有鼓 我就很開心 又剛剛好 我們這次找的鼓手 就是那個阿菲西亞的Yanker 他非常的厲害 他是一個很有旋律性的鼓手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點 有一點是天才系 他不管打誰的歌 他都可以貼住 因為他的鼓本身 就很像在唱歌一樣 所以這次就是很幸運 可以找他來打 然後 那個 就是我覺得 鼓的部分都非常的優 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鼓其實是最難錄的 對啊 那個是要錄到好的聲音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這張專員幾乎都是在小花的錄音室 Noise Studio 其實就是他自己蓋的一個錄音室 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這可以說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大家來說都很 很進階的作品 就是 包括錄音什麼 因為那個都花了比平常多很多的心思 去研究每一個音 然後就是每一種樂器他們要怎麼樣出現更好的聲音這樣子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錄音是就非常的 應該說很多很多人聽到之後都會 不住成讚的一個環節 大家又更逼近腦海中理想的專業的境界了 對啊 而且後製還送到國外讓那個大咖做了一下 對啊 就是那個阿給火 對阿他們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他們的那個媽 Mastering Studio 對對對 然後就是給他們做 因為其實他們還蠻酷的 他們是做那種很硬的音樂 然後其實我的東西畢竟還是有一點點溫柔 可是他就是可以把它弄出來之後是 就算是溫柔的歌它還是有硬的部分 可是它又不會讓你覺得太硬這樣 就是還蠻剛好的狀態 到這個地方又要再呼籲大家 各位同學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專案P3 但是要聽到音樂人的用心 還是弄張CD來聽一下吧 真的有差的 那個音質是有差的 真的有差喔 然後真的啦 花一點零用錢買一個好一點的耳機啦 拜託 你家也許沒有很夠力的音響 沒有關係喔 至少你要有一對好一點的耳機 不過說真的到我這個歲數喔 除了做廣播之外 我不太敢聽太多耳機了 耳朵壞了就救不回來了 喔真的 對所以 好吧慢慢存錢買一對好一點的喇叭 好我們今天還要讓鄭義龍再唱一首歌給我們聽 這首歌 它也算蠻特別 因為它是我第一次寫台語歌 是 然後我為什麼會寫這首歌呢 是因為我09年演了一部電影叫眼淚 是 然後我在裡面是演一個檳榔西石 對 那 這是一部台語片 然後它其實還蠻 它有一些政治的背景 然後它還蠻悲創的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 竊合那個命運多船的感覺 對 你自己在家講台語算OK嗎 其實我以前都是聽得懂 可是我的腔調很奇怪 就比較缺乏練習的機會 對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這部電影 我現在台語進步算蠻多 那還不錯 對啊 就一直操練 是是是 所以這首Sayonara專輯裡面 唯一的台語歌 也是鄭怡農第一次嘗試 用這樣的方式創作 對 你爸聽到之後 給你什麼樣的評語 他說讚 這爸爸真的很疼女兒 真的 好我們把現場交給鄭怡農 聽聽這首台語的Sayonara 你好 さようなら 你向我say goodbye 我整個さようなら 有整個來 認真思想 點點看在柔軟 過去的錯誤 總把虎虎的點來 さようなら 你向我say goodbye 無情妙三有哪裏 有整個來 我命好歹 我愧在 心愛的痛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Zither Harp 欢迎回到FM98.1698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的来宾 是创作歌手郑怡农 他刚刚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海王星 这也是今年台湾独立音乐圈 备受注目的唱片 因为他的创作人演唱人 还有幕后的制作团队 还有参与的乐手 其实都代表了现在台湾独立音乐圈 年轻一代非常有想法 非常优秀的一群音乐人的心血 所以郑怡农刚才说 他很以这张专辑骄傲 当然大家的功劳 一起把这张专辑做到 现在你自己会 好不容易把这个成绩单交出来 觉得对得起自己 之前一路走过来 辛苦曲折的这段道路 在海王星这张专辑发行之后 郑怡农也展开了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唱 接下来好像这个小白兔把你签下来两年 好不容易可以把你的行程塞这么满 就冒起来 真的 接下来要做全台湾的巡回演出 不过台北的听众朋友 马上可以在明天7月17号 在成品西门店会有一场表演 对不对 对 成品西门店三楼的生活风格书区 就是成品西门店 在群书环四之中 郑怡农要唱歌给你听 下午三点钟 这是免费入场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演出 会跟不同地方的成品书店合作 也会到一些地方的这个个性咖啡店有演出 详细的行程呢 大家要从哪里找到呢 其实你就加入郑怡农在Facebook上面的粉丝团就可以了 对 是的 好你自己讲吧 还有什么你在网路上的据点 一起告诉大家 对啊 最主要的活动消息都是在郑怡农的粉丝团 然后还有小白兔的粉丝团也有 就是YWB Records 是是小白兔唱片 你就记住这五个字 小白兔唱片 对然后 另外就是我的部落格 然后他是在乐多 然后上Google搜寻郑怡农 第一个就是了 好 郑怡农三个字 要是你听节目听到现在还不会写的话 你一定很不专心哦 爸爸取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 就是宜于下地耕做的那个农人 就是宜农 宜兰的宜 农夫的农 郑怡农 没错我是宜兰的农夫 那么接下来当然在马不停这些巡回演出之后 郑怡农因为这张专辑一方面是一个验收 一方面也是新阶段的开始 我想第一张唱片把自己的累积到现在的很多的东西 清朝近处 偶心力学把它做完了 我相信你自己一定也很痛切的感受到做音乐这件事情的困难 但是也突破了一些关卡 对啊对啊 你现在心里面最想要接下来要 接下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完这个计划之后 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什么 下一张专辑 很好 已经有作品了吗 已经在开始筹备跟累积了 对啊 然后有在想 有在构思这样子 是是是 那就是我会想要就这一两年就一直写歌这样子 对啊 然后当然之后 因为我很贪心啊 我还是会觉得想要写一些剧本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不过目前最主要就是 去把音乐弄好这样子 其实你在这个岁数已经经历了很多 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哦 其实我们刚才来不及聊到你去纽约的那一段 也是碰到很多光乖露离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这些都会化为你自己成长的养分啊 对啊对啊对啊 嗯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到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就是就一方面很幸运 然后我现在就是能量很满 所以就对接下来一切要做的事情都非常的有干净 所以这样还蛮好的 那在你眼中跟你同一个世代的音乐人在台湾 不只是音乐人 因为你其实也做文字创作 你也跟电影圈有很深的渊源 就是说你这个世代的创作人好了 台湾的创作人 你对你们这一个世代的台湾创作人有什么最大的期待 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最能够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告诉我这个已经很老朽的 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有一个特色 是我们常常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是绝对的 对就是没有真的对跟错 而是就我们会去看说 就算就算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议题 为什么大家会讨厌政治 其实是因为好像台湾的政治都很绝对 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可是现在的这个世代就是我们不喜欢那样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 然后在很多很多的跟我就是同年纪的创作人身上都可以听到或看到 对啊那我会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 就它不只是一个模糊的 你必须还是要有想法在里面 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那如果没有绝对 那你想要做什么 对啊那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是是说挺好的 我们先把标签撕掉 再看看卷起袖子干活到底要干什么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 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么重要的学习 也在这边要真的要祝福郑一农 不只是在音乐的路上 我想你在创作这条路上 你现在能量很饱满 我们接下来很快可以 还可以期待你再给我们更多更多精彩的东西 当然也很期待很快可以在这边再看到你 在那之前各位朋友 上网路搜寻一下郑一农三个字 你可以就近找到一个 他离你家最近的地方唱歌 他最近快要去了 不管你住哪里 对 台湾快要绕一圈 对 所以接下来 好 我相信你的音乐之路也会走得更顺遂 在这边 先恭喜你这张唱片 真的做得不错 谢谢 也要恭喜你音乐的路 应该会越走越宽广 好谢谢 你现在收听节目叫做音乐五四三 我是马世芳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就来方方这张专辑的压轴曲 也是一个有鼓的 摇滚能量很强的歌 这首歌叫做城堡 谢谢郑一农 谢谢 拜拜 拜拜 带糕包裹着通年期望的城堡 天空很高很高 摸不着星星里闪一闪 微笑唱着没有逻辑的童谣 房子一动一动 向后跑人们也不停等 向后跑火车上的我大声地唱 摸不着地唱 吃饭一块一块 拆掉队高一层一层 给它包裹着通年期望的城堡 保护我不受风雨的干扰 保护我心中爱的花鸟 保护我和星星说话的分量 保护我勇敢的承担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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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一块一块 拆掉队高一层一层 队高包裹着通年期望的城堡 天空很高很高 望不着星星一山一山 微笑唱着没有忘记的童谣 房子一动一动 向后跑人们也不停等 向后跑火车上的我大声地唱 Zither Harp 十八一块一块 拆掉队高一层一层 队高包裹着通年期望的城堡 保护我不受风雨的干扰 保护我心中爱的火苗 保护我和星星说话的分秒 保护我勇敢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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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 保护我勇敢的承担 军下的护子 放入行并 acting 清廉 热 产别 装 by bwd6